梦空间杯国际少儿模特儿演艺大赛在洛杉矶、梦空间中美跨境仪仗式服务中心登场。 从洛杉矶赛区、温哥华赛区、纽约赛区及波斯顿赛区的一百多位小朋友, 经过两个多月的人气票选、预热赛及初赛的选拔进入最后的决赛。 小选手们分别参与了礼服走秀、泳装走秀、休闲服装走秀的三个主题走秀活动, 展现了各自的风采,彰显了在舞台上的无限魅力。 当天,小选手们也参与了电视广告模特儿的比赛, 展现他们的口才和形体动作的表达。 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,为所有的全美各地的少儿们来提供这个平台, 在这样子的一个上面来展示他们的才能。 这就是因为我们梦空间一直就想要打造这样子的一个多功能的平台, 给大家去让大家把才能发挥出来, 然后也做到一个交流的平台在上面, 可以给大家创造更多的机会在后面。 主办单位负责人还为各组的获奖选手帮发了奖牌和奖杯, 并感谢赞助商对于这次活动的大理支持。 我们干大赛的重点目的就是把我们的华裔的小朋友推上主流, 把他们带到中美跨境的这个影视的舞台上, 让更多的孩子有这个机会来展示他们自己,好吗? 我好高兴来这个比赛呀。 环球东方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。 环球东方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